大家好,我是秀昕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生命密码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来了解生命密码 在生命密码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人的特质的健康 可以看到我们跟谁是上圣像课 跟某某人在一起的时候 谁要让谁 跟谁在一起的时候 比如说和才 我们也可以从里面找出我们的人生方向 也可以选择我们合适的行业 在2500年前 希腊数学家哲学家Petacolus 他是有一句名言叫做万物结束 是指万物都是能量 那为什么万物结束呢 人的数字 基本上是离不开的 我们在工作上 或者是在生活里 几乎每一天都有数字的出现 比如我们问 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这也是数字 银行帐号 或者是加门牌 或者是您带的眼镜是几度 身高多少 这也是数字的 包括我们每天用的钱 这也是数字 还有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出生的时候 首先有的是什么 不是名字 而是一连串的出生日期 所以出生日期 这些数字就会影响到我们 就是宇宙给了我们 那我们来了解是密码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数字基本型的含义 数字一 就是从零到一 从五到有 所以一就是唯一的绝对数字 它是代表独立的数字 二它是直觉的数字 是合作性的 三就是记忆的关键 四就是组织性的关键 那五就是自由的数字 六它代表创造力 七就是学习的数字 二就是活跃的灵性数字 九代表野心责任 是理想主义的 那生命密码 是在提醒着我们 发挥我们的天赋潜能 补助我们应该补的人生功课 它绝对不是宿命论 而是创命论 那下一次 我会告诉大家 怎样算出我们的